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指今個月幾次升穿28000點後都失手 有幾家上市公司忍不住手配股集資 最新是網農計劃抽水近10億 到底港股高位是否會掀起配股潮呢? 網農計劃用先舊後新的方式 向不少過6名機構投資者 配售3850萬股 籌集9億7700萬 用來拓展線上教育業務 每股配售價比上星期五收市折揚7% 網農今朝股價低開近半成 除了網農 9月以來亦有幾隻股份宣布配股 紡織股新州國際主席配售套現大約32億 內房股玉州地產中進置業分別配售大約13億和14億 7月底融創的配售額更加高達大約40億 近期內地監管部門加強力度 審查民企的信貸風險 除了融創還有海航系、曼達系、復星系 早前亦都被傳列入銀行的排查名班裏 部分內房的負債比率超過一倍 發債會增加負債 所以企業都會偏向選擇配股 趁港股時旺陸續展開抽水行動 投資者願意承接配售股份 往往都是看好後市 如果市場見頂後 現在想抽水的話 暫時見不到 因為藍籌中沒有特別顯著見到 而大價股或中大價股的公司 都少這個動作 反而中下的公司的估值 相對中下的公司會比較多 未來的話 是因為聯交所亦都出了 所謂反炒落的諮詢文件 就是大折樣地批股或公股的公司 將會有管制 反而這個諮詢文件 可能會刺激到B市場股 盡快在短期內 公股好、批股好 這個情況有可能在 企業亦都會透過首次公開招股 簡稱IPO進行集資 據德勤預計 香港全年集資額有機會去到 1300億至1500億元 有望穩守全球集資額頭三甲地位 完成 快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